阿尔对布兰德成为费城总经理后,立刻展现出了他的薄薄雄心,在四晃阿尔得到吉米巴腿了,完成三巨头组截后,他并没有停下自己扩充球队阵容的脚步。 此前已经有多个消息证实,他们已经对火箭裁掉的卡梅隆安多尼伸出了甘乃之,只带对方成为自由身。 除此之外,他们对骑士的凯文勒夫,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 根据美媒的最新爆料,不难得有应用傅尔茨、威尔森前德勒以及球队从热波纳交易得到的2021年的首轮选秀群去得到乐福。 扩充球队的外线火力是76人得到乐福的最大诉求,为了得到巴特勒,76人失去了他们第二号和第三号的外线投手考文洞和沙里奇,这让费成了失去了近35%的外线火力。 巴特勒和西蒙斯都是缺乏空间属性的,这不仅让球队的战术出现太多重叠,更挤压了大地的内线空间,而乐福在过去的三个赛季,场局能至少投进2.1个三分球,而且命中率从未低率36%。 在泰伦鲁被解雇后,骑士开启重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,他们目前已经准备出手的球员还有这,二,史密斯和科沃尔,从阵容,其实目前的内线已经有小南斯,奥斯曼,德克尔等年轻球员,这让他们对于乐福的需求并不大。 而76人送出的赴尔茨,全球权正是骑士所需要的,本玩白艺点号作者原创,未定授权不得转,在。